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快点往家走 走 走走走 别闭嘴了 小林阁下 火警警报响了 咱们先离开吧 火警的话 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 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 马上撤离啊 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 做完了才撤呀 咱们先走吧 真是医者人心哪 那我决定就在这里 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 我相信 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 林院长不会不顾忌 里面人的安全 你说是吧 这 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 好 孙叔 刚刚调查清楚了 这个事就是虚惊一场 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 才引发报警的 你看这事 你看误会 误会 谁干的这事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 还真不少啊 是是是 是 是 这是小林大佐的机构 小林大佐 柴山机构庁 有急电话 大佐 柴山机构庁 机构庁是我们的通话 是 柴山机构庁是 德国是文政府的最高责任者 是梅机构的机构庁 他可能会有重要的事 好意 快 停 停 快点 先回来 林院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听说 您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 是 小林武艺阁下 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 以表示他对您这种 修死扶伤的 敬业精神的问候 林院长 林院长 你没事吧 林院长 我刚才有些头晕 谢谢你啊 没关系的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没有 小林阁下 小林阁下 您这是 我要看一下 你们一大早 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 带路吧 好 有没有 对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林阁下 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 最后不要打扰 小林阁下 孙伯 快给病人盖上 你不能这么对待 我的患者 如果你让他引起了 手术后的并发症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林院长 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我 孙管家 你是个坏人 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简直是胡闹 快把患者转眼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 认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林院长请你们进去坐着等 不用了 去下来吧 不用 不用 里面凉快一些嘛 多谢了 不用 那这样 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喝点茶 不用了 喝喝喝喝 请请不用客气 还有啊 真的不用了 林院长说了 这都是缘分 都要真许着点 是不是 请喝 请喝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 动不了的 到明天早上之前 都不能乱动 不然冯豪的线会被撑开的 你们怎么把我冤回来的 是大虎 大虎帮忙推回来的 他就在附近 说能更好地保护你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需要怕一个星期 在这儿 在这儿 这 这怎么可以啊 那是必须的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 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 是要把药品运回紫名山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你有我 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不行 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 那么大的风险 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 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 这里是我的家 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 我命令你 睡觉 休息 我给你煲了骨头汤 我去看看 这是父亲的屋子 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 你好好待着 让他帮我监督你 来 两位兄弟 打听个事啊 说这个有什么聚合茶楼在这个城南 是这个 谁啊 还有谁啊 那我们找一下 是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 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看见了 有两个 不过不太专业 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 正跟我的手底下扯鼻呢 快进去吧 我往这儿一站 老爷子的英勇笑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 他就经常就在这儿 跟我说 冬爷啊 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 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 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 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 多想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 我也后悔 没有 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 他就不会失望 你炖肉了 这么香 我煲了汤 有客人吗 没有啊 没有 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 你不吃素吃得多吗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 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 增强免疫力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 我真的饿了 我去给你盛一碗 这是我自己家 我自己来 你一个人 包这么大一锅汤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 所以一包就要包好几天的量呢 去 去洗手去 别忘了 我可是医生 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好 听医生的 你们 雨竹啊 楼上父亲的房间 是不是没动啊 还跟以前一样吧 对 没动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 我在喝汤之前 我应该上去 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 对不对 东野 父亲的房间 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 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 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包 好吗 好 也对 汤凉了 喝吧 好 来 来 我吃块肉 好 你是我的家人 是我爱的人 我一切的事情 你都应该在 衣服都穿好了 这么晚了 真的要去医院啊 是啊 东野 你是个中国军人 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这里是我的家呀 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 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 希望我走啊 希望我走啊 不希望我留下 我是想让他们走 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 他们是闯进来的 不是请进来的 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我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也是不速之客 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 是吧 你怎么会这么说 雨竹啊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以为我会忘了你 但我完全做不到 我一回到这个城市 一走进这个房子 我满脑子 我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人血管 全都充斥着你 那可不行啊 从医学的角度 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医生果然是医生啊 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你给我治治吧 啊 变了 从以前那个小姑娘 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眉 我今天看着你啊 我就在想 这个林雨竹 她到底在想什么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她是你的妹妹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是我的爱 所有的爱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 都给某一个人呢 在我这儿就可以 可以 那国家呢 同胞呢 朋友们呢 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不行 你必须去想 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所有 别跟我说这么多 我是一个军人 比你懂得多 但我现在容不下了 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冬眼 对呀 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 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 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 爱只有越宽广 才会越真实 越持久 女士不已经有男人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 从我今天走去这个房子 我就感觉到 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那是孙伯 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方便照顾我 孙伯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啊 不要告诉我是老鼠 我想上去看看 不行 怎么就不行 因为你在审查我 你没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家 我当日有这个权利 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他是谁 谁 冯冬野蛮横取闹 萧涵躺在床上心机如焚 佑爷 他真想冲出去 阻止这一切 给我下去 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 依靠玉竹柔弱的身躯保护 这让他凶愧难当 给我下去 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起来 出来 听不听见 出来 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这是父亲的卧室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他已经惊扰了 他已经惊扰了 来 不出来是吧 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 想找死是吗 出来 冲出来 真是疯了 护着 护着那尸马 来 出来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冲出来 跟我下去 你要干什么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狗屁信 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 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注定是我的女人 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 什么东西 你应该冷静下来了 你 你有枪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 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屋前 你 你有枪 你在拿枪对着我 好吧 该枪了 能死到你的枪下 值了 但临死之间告诉我 里边的人是不是小汗 里边的人是不是小汗 下去 下去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我是疯了 我是疯了 是被你们逼疯的 我是被那个新界逼疯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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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真正的大城的门童疾 最后大城对着我的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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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死我了 来吧 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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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院长 好 抓死我了 林院长 抓死我了 抓死我了 日本人就在下面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走 好 快点儿 不宜 rainbow 林院长 林院长 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小林阁下 我要感谢你 还安排那么多人 在我家外面守着 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 带来了安全隐患 是啊 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盗 滥杀无辜 真的是坏透了 我闻到了非常伟妙的煲汤的香味 真没想到 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客人哪 把客人请出来吧 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 我想跟他谈一谈 冯副司令 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 我是一个人来的 是不是很有诚意 据我所知 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 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 也是好朋友 我想 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 林院长会非常地为难 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据我所知 冯副司令 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 是你们国军的骄傲 我对有能力的 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 你今天这是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 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 整个战线 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 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 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抱歉 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林院长 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移序呢 我可不必了吧 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我可不认为你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 有准备的人 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什么意思 你是在威胁我吗 还怎么会呢 只是你的到来 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他 既然你把话都说得 都说到这份上了 而且你又这么热情 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 今天被打扰得也够烦的 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 让人家休息 这样才礼貌 对不对 雨竹啊 今天多多打扰了 我只能说抱歉了 我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永远都踩不到地儿上 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对不起 晓菱阁下 你等我一下 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 宁波太冷了 晓菱阁下 我想问一下 您想怎么对待她 她就是来叙旧的 持枪过来叙旧吗 正如你说的 这里不安全 她戴着枪 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放心吧 林院长 我有预感 和冯府司令 我们可是一见如故 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 我有这个预感 你说呢 你的预感未必准 试试就知道了 请吧 打扰了 冯府司令 冯府司令 今天晚上意外 接踵而至 让林羽竹猝不及防 他担心萧寒的身体 不能承受 接二连三的惊扰 冯府司令 重力 冯爷 被他们带走了 冯爷 可以带走了 不知道小蕾无疑 会怎么对待她 她应该没事 小蕾无疑现在这么做 她其实是想拉拢忠义救过军 尽量地分崩瓦解 咱们的抗日力量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 把她救出来 先等等再说吧 看看以后的发展 她现在已经猜到了 你就在里面 我非常担心 她会不会向小蕾无疑出卖你 冬也不会的 她很清楚 小蕾无疑现在为什么要抓她 她更清楚 如果她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 她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 所以她不会的 老蕾 老蕾 我是大虎 大虎 李院长 老蕾 冯东也被带回宪兵司令部了 咱们要不要马上转移啊 这儿不安全了 哪里都没有这里安全 大虎 这两天幸护你了 我跟你安排了一间房间 你先好好洗个澡 睡一觉 行 那 那你们先休息 现在这里是宁波的 最高行政机关 我们很少请人进来参观的 你是第一个 被邀请的中国军官 这里边 以前是我们的团部 哦 是吗 你不知道吗 我跟你进来 不会出不去了吧 哪里话 谈好了 我一定理送你出去 那我们赶快谈条件吧 什么条件 这人去吧 非常抱歉 这不是我故意安排的 这非常不礼貌 这人 我会在命令 这是你安排的吗 他们是客人 这事就不错了 没关系 伯伯伯伯伯伯 如果有话 就告诉你 我会接受命令 冯伯司令 请稍等 我一定马上回来 我的 sakura 我只是拉上去 困下 我只要想去 有所遮作的 好 那也不可以做什麼 我只沒聽到 你當了 有所作用 我只要可以學習 哈哈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 想一只熬熬待步的小鸟 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真香啊 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 外面战争的残酷了 我感觉自己 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时期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 暂时活在桃花园里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 是会挨批的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 因为我们在用生命 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 那么多的人人之事 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 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 可以尽情地相爱 感受爱情 亲情 友情的甘甜 你说呢 我说也是 我说是 我说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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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軍の命令 この人 俺が預かる 封府司令 實在是抱歉 讓您受驚了 这边請吧 请吧